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晓丽跟我是同事 我是纺织厂的 你知道的 给谁钱 那谁跟你说 给前妻哥哥 你给你前妻哥哥加小孩八千块钱 钱大舅哥的八千块钱 因为马晓丽也是跟我是同事 有一次无意当中就说到这事 马晓丽怎么知道 我跟马晓丽平时也没有来往 她怎么知道 你没有来往 你前妻跟她不会说吗 那不说这事情怎么出来的了 但是她不知道 洪洪姐是我表姐 这么回事 我前妻跟她说这个事 那肯定是你前妻说的 你前妻不说人家马晓丽 那不吃饱了 马晓丽平空 怎么听说来这事呢 对不对 他就说我给我舅太爷孩子钱 你给没给嘛 要不然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张伟跑去吃顿饭 这顿饭吃得不简单 八千块钱 我说什么八千块钱 当时出份子肯定是出的 那我肯定就要给人 有没有这么回事 而且你是谁的表妹 我是我姐的表妹啊 对啊 你的话 你这不能这么说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们回南京 我们打电话问马晓丽 还有什么呢 给了就给了 对吧 我姐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 说亲属就拉倒了 对吧 就算我给了 现在我承认我给了 刚才那个说错了 因为 刚才我说错了 那你们想象看 在南京 你说这个吃个份子 吃个喜酒 而且也是亲属 怎么就 巧巧地就给八千了 不会给两万 或者给一万嘛 那你要给多 你要有啊 再说是你前妻哥哥的小孩 我觉得我给 姐夫啊不是你的孩子 我给肯定是给了 那她那个意思 那我们这个问题 就不要正面了 肯定给了 数个咱不说了是吧 行行行 她现在就是说 为这是闹 闹的呀 然后不闹的 就得说要 想要把房子给她儿子 然后表姐就跟我说了 因为我表姐了 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的 表姐都带着我玩 所以咱们看这个逻辑 就出来了 是想把房子给儿子 说到这边 心里肯定是不舒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得找这些人参谋 这一听参谋还得了啊 情报马上汇总了 没那么简单啊 还给我八千块 但是要谢谢你 把这个事说完之后 夫妻之间没隐藏 咱们下面还好谈 好不好 谢谢你啊 谢谢 来来来 请回 请回 哎呀 这个真够厉害了 那我就想问你了 你如果说背道 我能给八千块钱 你是不是还给你前妻钱了 这个是我表妹告诉我了 对不对 是捅出来了 捅过了 表妹大摇大摆子 那个那你是不是 还在给你前妻的钱 继续在给你前妻的钱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 没想象力可能太丰富了 哎 你竟然背着我吧 你背着我干一样式 也能背着我干两样式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个 也是个善意的谎言 对 我 我们不说到底是什么谎言 为什么今天把表妹请来 其实目的就在这儿 就是夫妻之间 情侣之间 最重要的是 你们在重大问题上 可以坦诚相见 别藏着掖着 你看藏着掖着 掖这么点事 知道了本来没多大的事 对吧 说清楚 这不说清楚 传出来就无限的想象空间就有了